今天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古咸工程位于黄河中游北干流河段 两岸分别为山西省极县和陕西省宜川县 古咸工程是黄河历次重要规划确定的 干流七大控制性骨干工程之一 先后被列入国家172项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清单 那么施工的现场情况如何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 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我已经站在了黄河的岸边 那么在我的左手边是山西省 右手边是陕西省 古咸水利枢纽工程的坝址 就在我身后大概1.3公里的地方 镜头推上去我们可以看到 在左右两侧的山头分别有一面红旗 那么把这两面红旗连接起来 就是未来大坝建好以后 这个坝体顶部的位置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将有一座和山一样高的大坝 矗立在那里 那么在我们这个直播地点 前方大概500米的位置 是今天这个古咸水利枢纽工程 建设动员大会的会场 那么根据会议议程的安排 今天有两项比较重要的活动 值得关注 一个就是在陕西一侧将会有一排爆破点 依次被引爆 那么爆破完成以后 这个混凝土半核系统敞坪的开挖工作 也将随即展开 而在左侧山西一侧 这个导流动支动的开挖绝境工作 也将同步展开 那这就标志着古咸水利枢纽建设的大幕 是正式拉开了 那我在现场也了解到 整个古咸水利工程的建成 就总工期预计将达到十年之久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 古咸水利枢纽建成以后 将间距防洪减淤 水资源调蓄 发电 供水 灌溉等多种综合功能 感谢观看